要穿新娘礼服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些传统礼服 很多人跟我一样 第一次看到 哇 眼睛睁很大 出现的是原住民版的可爱娃娃 应该是原名版的芭比娃娃咯 泰雅族失传的传统礼服 又重现在眼前了 精致的编织 华丽的头饰 一尊尊可爱的芭比娃娃 竟然清一色是原住民版本 袁明慧和夫人大学 以及八位泰雅族记忆师 用娃娃在线的 失落已久的泰雅文化 北市群的结婚用的头饰 在部落里面其实已经消失了 还可以把它再找回来 而且能够弄这么精细缩小的部分 去把它制作出来 就觉得非常感动 八个一比三的原住民娃娃 耗费一个月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史料价值更高 像是这可是早已失传的 泰雅族北市群的新娘专用头扇 无来屈指群蝉头 也展现正式的传统礼服头饰 最近很夯的电影赛德克巴莱编织的 红格纹混合花布 也让大家看见了最传统的泰雅服饰 能制作成功 最大工程竟然来自这未来台45年的德国修女 这个是泰雅族的那个泰雅 实际上在我办公室也是那个沙发 也是用这个布 而且是每次外国人看到的都非常的喜欢 谁说芭比一定要金发 闭眼看看这一尊尊原住民的芭比娃娃 也照样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中间新闻夏军城 产生产陪台北采访报道